好,那我們現在呢,來跟這個用遙控器的部分 那一樣的,其實你可以先試看看 第一個,當然你的網頁互動區你要記得把它換成遙控器 它上面呢,有幾種 一個是數字的控制 一個是什麼,拉叭的 另外其實你在往下走還有方向的 所以其實能夠控制也不少 那差別在哪裡,主要就差在這邊 因為當你換成所謂的遙控器之後 左下角這邊的積木會換成什麼 是會換成遙控器的 你就可以選擇你要按哪一個按鈕做什麼動作 這樣子又比剛剛是又更多一點 你的可以設定動作會比剛剛又多很多 不是只有單純的點跟開或關 你要做不一樣的,像我們在這邊有做了幾個 第一個,我們做了什麼,狀態的切換對不對 狀態切換反正就有按或亮 那再來呢,二 注意一下哦,按鈕的話 點擊還有一個叫按下跟放開 有沒有注意到 按鈕,順便問一下 按下跟放開有什麼不一樣 按一下 對對對,所以你沒有放開 就表示一直還在按下哦 這個要留意一下哦 所以你不要按下馬上放開 然後結果怎麼亮一下就關掉了 好,這個是兩個狀態哦 那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你看我們回到這邊來 OK,這邊你就把它丟掉 好,首先第一個你還是把它先停止 先把它停止掉 我們換到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遙控器 換過來之後有沒有發現這邊就換了 嗯,現在呢,前面的都一樣 所以你不用再改哦 我們就從這邊 把它,我按哪一個按鍵 點到這裡 有沒有看到它可以做幾個 你看我把它往下走 有看到了哦 所以按鈕都在這邊 假設第一個 我希望按了之後呢 有沒有就三個狀態 按鈕就三個狀態哦 好,按了之後LED要把它亮起來 那,請問G木可不可以用複製的 可以哦 可以哦 有一種方法是按右鍵 再偷懶一點 叫做Ctrl加C 對不對 Ctrl加V有沒有貼出來 意思一樣哦 那你這樣子就可以偷懶一下了 點2 那我按下的時候 LED on 然後放開就把它關掉 所以Copy貼上 放開 這裡是2 對不對 但是呢 它就變成off 這樣了解了哦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在這邊 我們就測試一下囉 先 完成這邊 我們就先測試一下 來,因為我剛剛那個沒有 我先把它 這個 現在是不是關掉了對不對 所以其實最好的方式 就是我們這邊在做之前 要不要加一個初始化的動作 因為你可能上一個動作 燈還沒關哦 所以 我們在這裡 最好 把它預設的狀態 當我還沒有做任何執行的時候 我就把它關掉 這樣就不會有 像我剛剛那個情形 好 1 亮了 2 按下也是亮 放開 就關掉 這樣了解了 哦 所以你可以先玩玩看 好不好 你就知道說 欸 原來遙控器也可以這樣玩 那如果你想要跟手機結合在一起怎麼辦 QR Code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產生一個QR Code 這時候你就可以 在你的手機上直接 跟這個做互動 它是一個網頁 當然你必須要連上網路 必須要連上網路 等一下呢 我就接到我的手機畫面給各位看一下 你們先試看看好了 好不好 好 不小心馬上就找到了 好 不小心馬上就找到了 趕快 看到 來 這樣太快 好 這樣子 有沒有這樣就掃描到了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用 手機把它打開 你就會看到跟你現在一樣的畫面 跟我們剛模擬器一樣的畫面 有沒有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搭配我的這個啦 我剛才把它停掉了嗎 老師的手機就可以用按 這樣好忙喔 我剛才把它停掉了嗎 現在是停掉 我現在可能應該是停掉 因為剛剛有人控制我的 欸 順便注意一下囉 你看一下這裡 如果說你看喔 沒有關係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這邊 這裡 所以 會有一個情形 我們現在因為是透過網頁對不對 所以如果標準的話呢 今天 我先用了這個 我是第一個人用的對不對 後來又有第二個人進來 那 控制的權 會落在誰 第二個人這邊 第一個人就不能用 那如果說你要 都可以用 你可以把協同控制勾起來 就是你可以玩 我也可以玩 這樣了解 喔 這樣就亂七八糟 對 這樣就會亂七八糟 就要看你啦 如果你這樣勾起來 那我再執行 那我這邊就可以同時在控制 好 所以 但是呢 那QR Code 你要再重新再產生一次喔 因為 你每次執行 那QR Code 都是不一樣的 好 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在這邊 所以我在這邊 我再切回我的畫面 這裡 好 再掃一次 再進來 欸 難道又有人要來搶我的 哈哈哈 所以你應該知道大概的意思啦 我們就透過這個方式 你會發現說 欸 其實這樣也蠻快的 哇 還在跑 我會看到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你可能我會看到 真的有一個好夥子 我不在那裡 我會看到 你們來網頁 可以回家 付交換 就能治 在哪裙子 沒有